各位朋友大家好,在開始今天的這個話題之前 首先要向大家道個歉,因為我過去曾經說過 每三天至少是每三天要出一期視頻 現在離出上一期視頻的時間已經是第六天了 所以是嚴重的遲到了,要向大家道歉 然後我要向大家報告一下,簡短的報告一下 我過去這六天做了些什麼,那首先是去了一趟美國 去美國幹什麼呢?是見了一批米運人士 我這裡說的民運人士主要是指國內來的一批民運人士 國內的民運人士是分很多個梯隊的 第一梯隊是在第一線和中共的這個體制 進行正面的衝突的這一批人 他們是這個活動空間非常的小,是被限制出境的 根本不可能出國,那還有更大量的民運人士 他們是潛藏在社會各個階層,甚至是包括體制內的中下層的 這樣一批人,他們的活動空間很大 有些人活動的能力也非常的強 所以這次有幾批人從國內來到美國進行考察 那麼他們是中國民運的主流 那我們在海外只不過是為他們服務 為他們協助他們的這樣的人 那他們叫我去,那我就很快就趕過去了 所以見到他們之後,大家探討了很多的理論問題 更多的是探討了一些實踐的問題 大家相談甚歡 形成了一些很多方面的,形成了一些共識 所以說這次去非常的有成果 那第二個是建了一批全民共振的隊友 那不僅僅是像元香建民這樣的老隊友 還有一批新招募到的年輕人 這批年輕人有各方面的技能 所以說是數字非常高 所以今後我們會向大家一一的推介 很快就會向大家推介 那麼國內的這一批朋友 因為他們在美國考察完了之後 如果還要回美國我就不跟大家介紹了 但是我相信今後當大變局真正開始之後 大家一定會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看見他們的身影,大家拭目以待 那過去這幾天在美國一共待了四天半 所以這四天半因為見到的朋友非常多 非常的興奮,大家聊了很多 所以說就把睡覺的事情給耽誤了 幾天沒睡好,回來之後身體就出了點狀況 後來就休息了兩天 今天才能上視頻來跟大家探討問題 現在頭腦還是有一點昏沉 如果是講的不好或者是講的錯誤的地方 一定要請大家原諒,然後請大家批評指證 過去這幾天發生了好幾件事情 值得大家關注,值得評論的 第一個就是最重要的,人民幣破期,匯率破期 這是中共維持了十多年沒變的 沒有讓他突破的這個人民幣的匯率 這次讓他突破了,不管原因如何 美國政府馬上就反映了 宣布中共為匯率操縱國 這就是意味著什麼呢? 這就意味著這個貿易戰 現在要上一個新的台階 要展開金融戰了 那麼一展開金融戰對中共就更加的不利 因為美國在金融領域的話語權 甚至是比它在貿易領域的話語權要更大 所以說中共也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那第二個值得關注的事情呢 就是科技戰現在又愈演愈烈了 美國過去是制裁華為,但是網開一面 但是這一次制裁華為的這個網又收緊了 從兩個方面在圍堵華為 一個方面是從市場方面 美國政府宣布所有的聯邦機構都不能夠購買任何華為的產品 那同時更重要的更嚴厲的就是從生產製造的這個源頭來圍堵華為 它是禁止美國的公司向華為出售他們的產品 那這一招更厲害了 因為華為的產品裡面是用了很多美國的技術、美國的產品 它才能夠搞成這麼一個華為的手機和華為的這些其他的通訊產品 那沒有美國產品的支持,華為是很難辦的 當然華為他也是表示不能坐以代幣 他也宣布反制措施就是要推出他們自己的這個手機操作系統 過去華為用的,現在還在用的就是這個谷歌的安卓系統 那現在華為推出他們自己的叫做鴻蒙系統 這個鴻蒙系統到底能不能夠取代安卓 到底能不能在市場上立足腳呢?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有正式推向市場,但是從中國的這個教育體系 和它科研體系的這個現狀來看 我們對鴻蒙系統還要打一個大問號 極有可能是個製品,極有可能不被市場接受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國的教育體系 它注重培養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 所以它很少能培養出真正的有獨立創新能力的這樣的人才出來 而鴻蒙系統這種手機操作系統、電腦操作系統 它是需要大量的有創新能力的、獨立思考能力的這些人 相互之間而且要合作才能夠完成的這樣的一個宏大的產品 那麼鴻蒙是不是能達到這樣的要求?我們打一個大問號 大家拭目以待 第二個是科研系統,中國的科研系統 它是不注重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的配套的 它是不願意投資在這方面的 他們喜歡搞短平快到全世界各地要么去拷貝 甚至是去盜竊別人的產品 然後拿回來組裝一下包裝成自己獨立研發的產品 那麼這種產品當然它的質量就是不過關的 那過去曾經有很多這樣的先例、鴻蒙 是不是又再一次重複過去的中國這些產品呢? 像比如說像什麼漢星呢? 這是失敗的這個先例呢?大家今後等著看 另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就是物價指數 尤其是食品價格的指數 因為中國現在有很多人還是窮人 那還有一批中產階級正在迅速的反平 那麼現在他們的基本消費就是食品消費 這些民生必需的這些消費方面 那就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 影響到他們對中共的這種不滿 所以說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方面 那7月份的這個數據顯示 現在食品價格是大幅度的上漲 比如說這個豬肉的價錢、雞肉的價錢 大幅度上漲超過50% 蔬菜水果價錢的上漲超過45% 是同比是和去年同時期相比超過了這麼多 這是對任何這一個貧困家庭來講 這是雪上加霜 所以說必然會引起他們對政權的更大的憤怒 這是值得大家注意 如果是食品價錢上漲到了某一個程度 超過了一個臨界點 那個時候老百姓就會走上街頭 這是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主要想和大家探討的一個話題 是這個貿易戰這麼愈演愈烈 習近平政權現在是內外交困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 他到底有什麼應對措施 那貿易戰打的這麼激烈 川普的攻勢這麼淋漓 這是影響到中國的國運的 影響到中共的政權的命運的 他一定會有一個應對方略 到底這個應對方略是什麼呢 那我們現在就用最平時的朴實的語言 來跟他總結一下 從習近平在過去一年半的這個貿易戰當中 所作所為看起來 他的這個應對方略可以總結為兩個字 第一個字就是騙,第二個字就是拖 騙是手段,拖是目的 比如說去年11月份G20峰會 在阿根廷召開的那個峰會的時候 習近平就用了這個騙數 他跟川普做我們現在要和美國 成心成意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 然後我們還要同時要大量的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因為他知道這個美國中西部的農業州 是川普的票倉,川普要想贏得第二次選舉 從新連任他就一定要注重這些農民的 他們的這個產品的銷路 所以說習近平這話是說到他心裡面去了 那麼川普就答應給習近平三個月的這個期限 然後這個中美貿易談判如果談得濃 就不增加這個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這個關稅 這三個月到期之後 習近平又再次請求說再次延期 川普又給他延期 結果到了今年四月底 也就是在談判的將近五個月之後呢 習近平說我們過去談判的都不算 那個時候談判已經完成了95%了 而且所有談判的成果都已經寫在150頁的 這個貿易談判的備忘錄當中了 這個時候習近平說我們過去談判的這些都不算 要重新再談 這個時候川普就怒了 就把這個2000億美金的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關稅 所以提高了25% 一次性提高了25% 到了今年六月份 習近平又促跡從事 在今年六月底的這個大阪G20峰會上面 習近平又跟川普說 我們重新來恢復這個已經中斷的貿易談判 同時我們又要大量的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那川普這次又給他一個機會 又答應了 但是川普這次沒給自己設定一個限制 說是要到什麼時候我們這個才會提高關稅 他沒有說 只不過是他知道習近平已經這個人不能相信了 是不遵守承諾的 這個整個中共政權都是不遵守承諾的 所以說他就是一邊看一邊觀察 一邊尋求對策 那麼到了七月份的時候他就發現 習近平他並不是在履行承諾 他們要買的農產品他一點都沒有買 一點新的農產品的這個訂單都沒有下 這個時候他又祭出了他的這個關稅的這個大棒 宣布在九月一號重新把另外三千億美金的 中國出口美國商品提高關稅10% 這就是騙和拖 那麼這麼騙和拖肯定就不是長久之計 因為你第一次騙的時候對方沒有經驗 可以被你拖住五個月 第二次騙的時候對方已經吸取教訓了 你就只能夠拖延他一個多月 那第三次的時候可能只能拖延一個星期 到第四次的時候可能一天都拖延不到 所以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只能是作為權宜之策可以用一下用兩次 但是到了第五次第六次你就用不了了 所以說今後一定要有一個了結 一定要有一個大的戰略 那麼習近平心裡面這一盤大棋他準備怎麼下 那理論上來講是有兩種下法 第一種就是直接把中國推向民主憲政的這個方向 大家不要以為美國人跟中國進行貿易戰 要僅僅是想平衡貿易不是的 他是因為從美國的整體戰略考慮 他作為一個自由世界的這樣的領導國家 他不能夠容許一個集權專制的政體 發展到過於強大有能力破壞現有的世界秩序 破壞現在西方世界的他們所確立的 這個民主憲政的這種國際秩序 這是他們不能夠允許的 一旦中共過於強大了那麼今後一定會對美國 對西方國家發動戰爭 那個說法局面就不可收拾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及後來的冷戰 就會把整個人類推向滅亡的這種邊緣 所以說這是美國人他需要提前預防的 那麼習近平政權到底能不能走這條路呢? 有沒有這個能力呢?能力說實在的還是有的 只要他願意他和美國聯手一方面扶植 中國國內的民間力量的發展 同時同美國聯手控制中國的軍隊和黨政的這些官員 那麼要實現這一步並不是很困難的 但是一定要有這個意願 但是可惜的是習近平他這個人根本沒有這樣的意願 紅衛兵出生的嘛,他滿腦子的就是這個毛澤東式的這一套思想 從他在上台之前在墨西哥發表的那個講話 說我們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貧困 你們外國人吃飽撐的,從這個講話就看得出來 他的思想境界到了哪一個層次 那個是真情表露,那是習近平的真情表露 可以看出他的這個思想的這個底蘊這個本質出來 第二個路子就是走這個極權專制之路 現在已經是專制了,但是這個專制還算是威權專制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就算是威權專制 他要走極權專制就是要把鄧小平所確立的這套制度 要把它往回扯,扯到毛澤東當年的道路 扯到現在朝鮮還在走的這條道路上面 就是極權專制道路上面,就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朝鮮 那麼走這方面的路子有沒有可能呢?當然也有可能 那他怎麼會怎麼走呢?那就是第一步 就是要想辦法控制軍隊,然後通過軍隊來控制黨政系統 控制了黨政系統,那麼就可以控制老百姓 現在已經出台了很多控制軍隊,控制這個黨政 控制老百姓的辦法,比如說現在全國各地的搞什麼社會信用系統 現在搞的這個國退民進,搞的這個掃黑除惡 這都是在消滅民間的這個有生力量 消滅民間公民社會的力量的這一套辦法 那現在全部都在實施,所以從現在習近平的他的執政的 所有的這些措施看起來,現在他就是在走這個真正的文革之路 就是要把中國拖回到毛澤東時代,拖回到這個朝鮮狀態的 這樣的一條路,那現在習近平政權呢? 雖然是已經實質上已經走在文革之路上面 是要建立大朝鮮,但是他們口頭上還是在說 我們要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為什麼他們會這麼遮遮掩掩 拖拖拉拉?有人說他們是在等,等什麼呢? 他們是在等川普下台,那川普是明年要進行大選 如果是他選不上的話,那麼後年年初一月份的時候 就要新總統上台,那麼中共當然是希望有一個新的 民主黨對中共比較溫和的左派的人士上台 這當然是對他有好處 但是中共是不是真是現在就在把這個作為國策 說是要拖到一年半呢?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在今後的這一年半當中,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金融危機可能發生,房地產市場可能崩盤 整個的中國經濟可能是徹底的崩潰 通貨膨脹可能會失控,老百姓可能會起來造反 顏色革命可能爆發,這麼多種可能性 在面對著中共的時候,中共不可能是把等川普下台 來做一個策略,但是他們確實在等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快就會發生 他們在等江澤民死亡,為什麼習近平一定要等到江澤民死亡呢? 因為江澤民是習近平極權之路上最大的一個障礙 法輪功的朋友一定不要誤解 我不是在說江澤民是個好人,江澤民就是徹頭徹尾的壞蛋 他犯下了諸多的罪行,是一個大魔頭 但是在中共的極權政治底下,一山不能容二魔 所以說他們之間一定會有爭鬥 但是習近平他又覺得現在爭鬥不過江澤民,為什麼呢? 因為江澤民過去統治中共二十多年 在黨政軍情體系裡面密布他的爪牙,而且有明有暗 那明的那一部分你還好對付,暗的那一部分就是防不勝防 所以說習近平不敢輕舉妄動,那麼江澤民一死呢? 那明的那一部分他就可以公開打擊,暗的那一部分 他就可以收編,群龍無首的時候他就容易收編,對方軍心患散 那習近平就可以做到在黨內充分的極權,極到什麼程度呢? 極到沒有人,在他進行大動作的時候敢於公開的站出來反對 敢於有任何可能性進行政變或者兵變,這個時候 習近平才能放心大膽的推行他的新文革之道 那這就是他在等的一件事情,江澤民死亡 那現在江澤民,據體制內的這些朋友透露 現在也已經是奄奄一息了,那現在江澤民的身體是極度虛弱 這個是從公開的資料上面也是可以查得到的 比如說幾個月之前,江澤民最後一次露面的時候 兩邊是有兩個壯漢把他架起來的,就是說他完全走路 現在已經走不了了,那這次李鵬他的追悼會上面 江澤民只是要人送了一個花圈,自己沒有露面 那麼這麼重要的場合,他的這個過去的副手現在死了 他都不露面,這就說明他的身體現在已經徹底的不行了 最後的這一次,這個北戴河會議 江澤民不僅僅是沒有去出席會議 而且他都沒有要人,托人帶話去給那些會議 把他的意見傳達給會議,這就說明他現在不僅僅是身體不行了 精神狀態也是極差,甚至是腦子已經徹底的糊塗了 但是習近平他在這個時候,他不能夠掉以輕心 他必須得等到他真正徹底死了,腦死亡了那個時候 他才會採取大動作,所以他現在在等江澤民死亡 當然法輪功的朋友也不要對習近平抱有任何幻想 不要幻想江澤民死亡了之後,習近平就會給法輪功平反 不會的,習近平會變得更壞,他不僅僅不會給法輪功平反 他會把法輪功當成他最重點的打擊對象 現在江澤民還在的時候,他可以運用法輪功的力量來反對江澤民 但是到了江澤民死亡了之後,他對待法輪功可能會比 對待藏人、對待維吾爾人更加的嚴酷 因為你們是國內最大的一支有組織的力量 習近平只要你們在,習近平他是寢食難安的 所以說法輪功的朋友要充分地做好 應對未來嚴酷環境的這種準備 體制內的人是在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巨大的風險 不僅僅是包括江派的、團派的也一樣 江派如果是滅亡了,團派存亡此寒 也日子也不會好過,因為獨裁者 他不允許臥榻之策,有他人酣睡 所以只要你是有組織的力量 有組織的力量就可以威脅到他的利益 威脅到他的地位,哪怕是一點點的威脅 他都不會放過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抓住機會 趁著江澤民還在,這個時候抓住機會進行政變 那政變有很多種做法 相信大家有人專門在研究這個問題 宮廷政變從最高層發動 這是一種辦法,現在比較困難 但是從外圍發動,從各省來發動政變 讓一個省先動起來,這個是不困難的 很多的這些派別黨內的人士都有這個能力 只不過是看你們的膽量 還有的最簡單的,甚至是從基層就可以發動起來 這就是民變,先把幾個縣的幾個市的民變挑動起來 讓老百姓有一個宣洩口,宣洩他們憤怒的地方 那麼通過民變引起大規模的上街之後 那麼政權內部的人再來跟他們撤印 再來用民變觸發政變 這一套做法,這是顏色革命的做法 這是最適合的做法 那顏色革命之後,你們不僅僅是把過去的歷史上的污點 洗得乾乾淨淨,而且是一個新的政權 新的體制的英雄,新的時代的英雄 所以說現在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 也是一個出現大機會的時代,出現大英雄的時代 希望體制內外的,只要是在國內的這些朋友 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再見